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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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卡洛斯 當你已經擁有了3D彈機 又學會了怎樣用CAT軟件來畫東西 相信你就會覺得現在就是你大顯拳腳的時間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機械部件 或者正經方方幾個學物件 用CAT軟件畫出來 一點都不簡單 但如果遇到一些不規則的公仔 我相信以下我介紹的那件儀器 就可以幫到你了 沒錯 今天我要介紹的 正正就是我剛剛收到由創想寄來的 3D素描器 還是豪華款 那不如現在就和大家一起開箱吧 說真的我收到箱之後 我一直都覺得奇怪 我以前都買過3D素描器 哪裡有這麼大的箱 果然不出我所料 打開了大箱之後 原來全部是包裝海綿 表示裡面的東西是比較精密的 所以包裝的人都很細心 把裡面的箱包得穩陣些 裡面這個小箱才是真的 而這款最新的素描器 它的名字就叫做CR Scan Listen 至於為什麼改名叫蜥液 我又不太知道 打開的小箱裡面的配置都相當多 最起碼我一打開它 就看到有一個黑色的布包 包住了一個攝影箱 這個白色的攝影箱 摺起來了 你要自己好好打開它 接著拍幾顆白樓 就成為一個小型 而且給它電 裡面可以照明的一個攝影箱 但是根據我以前使用3D Scanner 的經驗 大部分時間都不需要用它 好了 再看看紙箱裡面 還有一個細紙箱 還有一個收納包 當然的主機就會裝在收納包裡面 裡面是有說明書 掃描器 轉盤 掃描器的支架 剩下的就是火牛和連接線 而另外一個紙箱裡面 就有另外一個腳架 可以裝多一個掃描器的支架 和一些連接線 怕這個就是豪華版的意思 此外我還找到一隻USB 手指 裡面不用問 是裝著說明書提及到的軟件 先根據說明書所說的 將掃描器和支架 安裝在一起 之後就是接線 首先火牛的輸出 就要接入一條分叉線 而分叉線的其中一邊的USB 就接入電腦 而分叉線的另一端 就連接了掃描器 此外還有一條普通的USB線 就要連接轉盤 而它的另一端 又是連接到電腦 即是說 我們總共要用了兩個電腦的USB插口 基本上接好開電腦 這個圓盤已經設定了 而掃描器和圓盤之間的關係 待會到掃描的時候 我們就要調教一下 手指裡面只有一個安裝檔 點擊進行安裝 一切就自動進行了 這個機器就叫做CR Scan Lizard 剛好我手上 就是一隻3D彈的適液公仔 手就斷了 正好用這個機會 將掃描下來 留個底 進入軟件畫面之後 我們先用左下角這個Preview的功能 按了它之後 你就會在畫面上 看到圓盤上的掃描物件的輪廓 我們正好用這個時間 將掃描器 撫陷的角度 和掃描器 和圓盤之間的距離 調教一下 在調教過程中 當然要一直看著畫面 直至到畫面看到了整個要掃描的物件 之後就可以拿起這些物件 和按Stop 停止Preview Preview之後要做的就是按Initial 這個按鈕 正常情況 幾秒鐘的圓盤就會變成紅色 初始化就已經做完了 又可以再按一次Stop 之後就是真正放回物件上去 準備掃描了 留意今次我們選了Geometry 然後按Scan 會叫你輸入一個檔案名稱 然後掃描就會自動進行了 比较卡洛斯以前用3D掃描器的經驗 今次我的感覺 是很快就已經完成了第一回合的掃描 因為我現在沒有用到加速播放 而它已經掃描了第一次 在處理Data 當然了 處理Data的快慢 就要看你的電腦的能力 但是似乎都不是太久 而整個掃描的過程 我覺得一氣呵成 非常之容易 來到這裡 已經差不多處理完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掃描一次肯定是不夠的 因為剛才只是掃描的背部 那肚腩怎麼辦呢 於是就要將顏色彩反套再掃描一次 而掃描多一次的做法 就是按這個Append鍵 然後再按掃描 同樣過程就會再經歷一次 今次我用10倍快鏡播放了它 完成第二次掃描之後 就要按右下角的Process 意思呢 即是將剛才兩次掃描的資料 將它整合在一起 今次整個過程 要等的時間就相當久了 約莫都要幾分鐘 因為電腦現在要觀察 兩次掃描的Data 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方位的相關性 然後將背部 和肚腩的Data 合併在一起 而合併完成之後 就真的可以給你 去Export這個物件 大家可以看到今次掃描出來的物件 是藍色的 因為我們之前呢 是選擇了Dramatry 而接下來呢 我們會試試選用Testure 再做多一次掃描 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先把Data 先設定 同樣的三部曲 先進行Preview 大家可以留心 這次掃描器的表現是甚麼 眼燈是一切斬著斬著的 之後做Initial 的情況又是一樣 都是斬著斬著的 眼燈 之後我們進行背部的scanning 大家應該會看到 今次掃描出來的背部 是有質感的 是清楚見到適應背部的紋理 之後我們同樣反轉 掃描肚腩 掃描質感的時間 都是差不多 主要都是 process 所用的時間 比較久 很心急想看到掃描質感的效果 差不多完成了 好像不錯 嘩 不錯 不錯 你看 多細緻 有質感 很棒 想不到科技是一千里 如果這幾年前已經開始用3D掃描的用家 都看不到這次用床上的CRScan Leaser 這部3D掃描器的貼心和舒適度 而且以後不單止可以掃描形態 還可以連物件表面的質感都可以掃描出來 其實這部CRScan Leaser 除了可以放在桌面掃描外 還可以手持來掃描 不如下一次我再做節目 和大家一起經歷一下 手持Scan那種體驗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樂師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關注、點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